日不落帝国彻底走向灭亡。70个国家将和英国解除贸易协定。 祖徒 自从英国宣布脱欧后,日子便一直不好过。 处于脱欧过渡阶段的英国受限于欧盟划定的贸易红线,意味着很可能将失去此前在欧盟签订的70国贸易协议,对本国企业贸易影响极大。 此外,为自己寻找新盟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首相特雷沙梅选中的第一个贸易伙伴沙特就被英国民众大呼耻辱。 分手后再受伤。脱欧是英国失去70国贸易协议。 脱欧以前,英国曾以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和很多国家签署了贸易协议,包括加拿大、日本、墨西哥、埃及和土耳其。 英国脱欧后,这些贸易协议将会首先受到影响,即使在英国2019年3月正式离开欧盟以前的这段过渡期,也必须遵守欧盟划定的红线。 也就是说,英国与欧盟的这次世纪大分手不仅削弱了伦敦国际金融城的地位,让英国支付巨额脱欧费用,减少就业岗位,还会使英国失去与70个不同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。 目前英国已经被排除在40多项贸易协议之外。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急着寻找新的盟友,以建立新的贸易合作关系,以降低脱欧带来的国际贸易损失。 但是,这第一步的尝试就十分不顺利。脱欧后的英国选择了沙特。本国人民却大呼耻辱。 近日,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在英国受到了特雷沙的热情款贷,3月9日当天,英国宣布与沙特间新达成1亿英镑,约合人民币8.7亿元,的援助协议,两国贸易投资往来将达到650亿英镑,约合人民币5712亿元,的规模。 双方还建立了新的长期伙伴关系,打算在能源、国防安全、文化教育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。 对于英国而言,沙特作为中东富豪可在英国脱欧后加大对英投资,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,对于沙特来说,英国也是他们需要的盟友。 萨洛曼正在沙特国内大举进行改革,需要寻找国际盟友的支持,英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则是他所看重的。 但这看似双赢的友好合作却遭到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,大家甚至在萨洛曼访英期间走上街头抗议。 原来,英国民众不满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,在野门的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的不人道行为,对英国向沙特出售武器也表示强烈抗议,认为这场交易背后充满了对人道主义的挑战。 看起来,英国自从脱欧后一路坎坷,国内外都是一片批驳声和质疑声,在脱欧过渡期间,若不能解决与躲国的贸易协议问题,特雷莎寻找再多富豪合作也无济于事。 转载,金时数据。 转转,金时数据。